呃 呃 這到底在幹嘛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歐德妹今天呢繼續我們的這個 最終幻想模組喔 那我們上一集呢也召喚了不少生物喔那今天這一集一樣 好一如既往的把我們這些最終幻想的模組的恐龍呢一一的把他展現出來 好然後呢上一集老頭說沒有工作台這個東西嗎對不對其實是有的 好他的工作才叫做水晶之間 好後來發現了原來他裡面是有東西的 好有沒有看到 他裡面是有東西的 好這是一些簡便的製作啊什麼夏威證明進化 進化夏威生物所需要的材料 好這個東西呢 就是讓我們這個遜猛龍呢反正就是幸福過後這個遜猛龍呢所需要的一些材料可以得以進化 好上上次我們要進化過了嗎把我們那隻風的變成冰的嗎 對不對那我們現在這個夏威的這一隻啊風屬性呢 好再給他吃一個夏威證明 好他可能就變成一個 算是上位變成是上位遜猛龍風屬性的啊能力上有沒有提升我就不曉得啦 好這個我就不清楚啊 因為我上次把我們這些原本那隻風的變成冰的之後呢他這直接就沒有什麼所謂上位跟下位之分了喔 就直接是以一個遜猛龍的這個姿態出現了那差別在哪裡目前為止 不得而知啊啊這些工作臺的就是一些消耗品武器啊武器也只有一種 我就是長矛 啊不過具有暈眩效果的長矛上面寫簡陋的毒矛 明明就是鐵矛的藍圖 去用了簡陋的毒矛 好啦那麼這就是工作臺啊其實也沒什麼東西喔 我覺得今天的這一集主要的目的呢 還是來看一下 我們過去旁邊 過去旁邊一點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呢 究竟的這個模組裡面還有什麼 上一集有人留言說 老頭這個模組為什麼會有白金之星為什麼會有啾啾裡面的東西其實我也不知道耶 反正就是作者想加什麼進來就加什麼吧 嘴巴說是 最終幻想 但是實質上呢 一點也不最終幻想 就是單純就是作者 隨便亂弄一個名字 然後呢加些自己想要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吧 我們接下來呢繼續看一下齁 我們這個部分的話我們上一集是弄到什麼 撕裂者其實老頭自己弄過就一隻那個滅絕裡面的撕裂者啊 不是滅絕那個叫什麼 方舟什麼焦土 滅絕 欸不對啊 方舟焦土異變 異變的裡面那一隻很像狗的那一隻啦 那就紅色的其實也沒什麼太多的花樣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也沒有必要把他叫出來 火之劍磁虎 其實應該也沒什麼 好 那帶進化的與暴龍呢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帶進化的與暴龍應該沒意外會跟帶進化的暴龍是一樣的東西齁 來招出來看一下 好活不起來一模一樣 呵呵 好 啊他到底要怎麼進化呢不知道 啊 給他吃水晶進化 欸感覺不太可能 好吧 真的沒什麼用耶 而且好像也不能騎 你要又做他的鞍才可以騎 好這個應該也是等之後更新看會有什麼變化吧沒有就算了OK 這個就直接直接就直接跳過了 OK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啊是什麼金虎跟惡師兄 翻滾的新寶寶 好啊這個三個名字就不一樣 我就蠻有興趣的 冷凍之鞋 好應該是冰屬性的鞋子 好冰之劍磁虎啊什麼土之劍磁虎這個我覺得沒必要看了就只是 換上了顏色跟一些 呃很像周圍會有什麼環繞這樣子 好那是什麼 黑暗霸王龍一階 我們現在看一下金虎到底是什麼東西好不好 挺好奇的 金虎是什麼 哇塞這什麼東西啊 一出來就這麼的帥 這個叫金虎啊 哇血有兩萬 oh my god 啊裡面有什麼什麼都沒有 騎看看 哇靠 這麼帥氣喔啊走路沒有聲音 這個又一件是甩尾攻擊 啊怎麼甩一下就進入這畫面了 好把他關掉 這麼下 嘿呀 打一下288D 有沒有嘗試過被鞭打的感覺啊 這隻龍有S 有抖S的傾向 啊左鍵是什麼攻擊 左鍵是雙爪 一次抓兩次 具有流血效果 好傷害顯著傷害顯著 還有什麼西劍 喔西劍有一個不知道什麼東西的 嘿而且好像還有CD時間現在不能按了 而且我現在發現我原來我有點負重喔 其實他可以跑更快 可是我感覺不太出來他跑很快 前面有一隻精英迅猛龍我們來試一下水溫好了 哇靠直接三連斷勒 可是我怎麼感覺他前面那個2165是打兩下加起來的啊 還是我錯覺喔 最後有精英霸王龍可以試水溫 實在是太棒了 來試招來試招 他的C界是這一招 抓了兩下再用尾巴 挑起來 然後左鍵是普通的抓兩下 右鍵是尾巴甩尾 沒了 我們稍微先來看一下他的外貌喔 相信各位應該也挺好奇他這外貌長什麼樣子吧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是不知道這個跟最終幻想的生物有什麼關聯性啦 我實在是看不出來關聯性在哪裡啦 不過呢就還蠻嚇怕的就是 就有三條尾巴 這個可能只有最終幻想 最終幻想的老玩家知道這隻是什麼吧 這可能是神獸也說不定 來我們來試試看 啪啪 啪 這招要CD 不過我贏的 轉 好批不贏 沒關係 慢慢轉 慢慢打是8的死你 還錢 還錢來 好秒殺 好沒有秒殺啦 我打很多下沒有秒殺 呵呵呵 我打很多下沒有秒殺 好啦算了看下一隻好了 金狐 這隻是金狐來著的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可以玩 金狐 再來是 剛剛不是金狐 惡師兄 好我們看一下惡師兄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東西啊 欸 你裸體了你知道嗎 這到底在幹什麼東西啊 呃 呃 這到底在幹嘛 呃 吸塵 巴結 嗯 巴結 巴結 這到底在幹什麼東西啊 巴結 還 自帶奇怪BGM 二四修 歐買 格 沙特可愛 好超神的 這什麼東西啊 這還是最終幻想嗎 完全聽不懂他前面兩個字在說什麼 巴結 巴結 經常 經常不壞 哈哈哈哈 什麼東西啊 到底我們要看一下什麼 翻滾的新寶寶 我們來看一下翻滾的新寶寶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蛤 蛤 蛤 欸 啊這就是 啊新尾獸啊 能不能叫新寶寶 他的尾巴好屌喔 這個打死人吧 這感覺像是在手上面裝紙虎的那種概念你知道嗎 然後呢 移動速度還好快喔 攻擊 阿不能拿來敲石頭不然能幹嘛 喔唷 唉唷 無敵瘋火輪耶 移動超快的 西劍 西劍沒功能 阿他不能拿來敲石頭阿功能到底是幹嘛的 沒批用 不能敲 可是他實際上是可以打的吧 對 但是他就是不能攻擊 非常好笑 唉唷 按到了 我們去撞前面那隻羊龍看看好了 一黑 過頭了 再一次 羊龍我來了 吃吃看我的無敵瘋火輪 哇 賽 他去哪啦 他去哪啦 我沒關心前面這兩隻順便喔 有沒有那隻 試試看那隻劍龍了沒有 可惡劍龍閃過了 好吧就這隻 無死一龍 無死一龍瞬間消失 雷龍哥哥你好阿 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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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阿妹 如果這撞泰坦劍龍會怎樣 我們來試驗一下好不好 我來撞一下目前這個方舟裏面不要說奇怪生物了 好不要說什麼外星生物了我們來撞方舟裏面 恐龍裏面最大隻的好不好 測試一下嘛 不見了 他不見了 他去哪啦 難道這個是吃了熊掌果實的那個喔 那個是誰 熊熊果實 如果你想要去旅行你想去哪裡 然後就給巴一下直接飛走這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泰坦巨龍 有沒有這麼大一隻23萬的血 來來來來 好玩的來了 好玩的來了 你如果想去旅行你想去哪裡啊 啊我想去法國去吧 欸沒味道 去法國是不是去吧 哇沒笑 喔喔喔會死 喔I'm sorry I'm sorry 哈哈哈哈飛不走 新寶寶 哇居然打不飛欸 好b 看來我的判斷失誤了 反貝將軍 算了回家 泰坦哥再見 掰掰 阿這是咱們的 翻滾新寶寶 翻滾的新寶寶 嘿他真的就在野翻滾 好滾到天邊去了 嘿 已經離開了 好吧我們繼續看下一隻喔 這也太好玩了吧 好我們來看下一隻 暗災的之前我先趕快躲到我們的 冰之迅猛龍背後 因為我覺得我要被攻擊 來啊來啊來啊 來啊 幹什麼幹什麼 沒被揍過是不是 喔土之迅猛龍 成為我的蛋白質 謝謝 成為我多雅的愛意 好的 剛剛看完非常奇葩的東西之後呢 嘿 我們接下來繼續看我們的 新的東西喔 翻滾新寶寶看過 冷凍之蟹又是什麼呢 喔就一隻純冰的鞋子就是了 阿可未騎 哇 他要安 這個的話應該是攻擊之後會解凍吧 我們來賦予他 一個鞍好了 巨蟹鞍一個 這應該可以直接給他帶上去 沒有錯 錯一下 你有沒有可以讓我試水溫的 咬到前面有隻三角龍 這傢伙的右鍵 恩 他咬誰阿 這傢伙的右鍵不是用尾巴攻擊嗎 為甚麼他不行 這隻不能用尾巴戳喔 欸 前面那隻泰彈巨龍 嘿 不錯 果然 慢慢的淩虐致死 純粹動住敵人用的 那這樣子照這樣的邏輯來看的話 那隻泰坦巨龍應該也可以喔 是吧 那隻泰坦巨龍應該也是可以阿 可是呢我這樣子咬21滴我覺得要咬非常久才有辦法把他咬死 這個 顧名思義冷凍巨蟹 好 冷凍之蟹 好 就是會讓敵人冷凍 好 很直接的一個 一個名稱阿 來 接下來呢來看最後一隻喔 其他的應該沒甚麼好看的 黑暗霸王龍一階 看一下 有多黑暗 看起來真的挺黑暗的阿 哈哈哈哈 阿你就黑黑的就像黑暗霸王龍一階喔 阿血八萬 阿能不能進化 好像不行進化捏齁 好像不行進化捏 好像不行進化捏 阿真的不能進化 對阿這些 就都沒有做好阿 對阿這些都沒有做好阿 這個真的只能等更新了 這個沒甚麼好講的 有沒有 好黑暗阿 又有劍 阿有啦 兔紅色火 兔黑色的火焰可以阿 西劍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黑暗應該也不算甚麼黑暗 很像葡萄龍你知道嗎 就是 浸在葡萄酒裡面的龍 變成了葡萄霸王龍 有沒有像 兩千多滴 火焰攻擊 火焰攻擊 燒一下三千 C劍 沒能力 阿我們泰坦巨龍怎麼不見了 喔看到了好遠喔 我們用這隻去找他玩一下好了 不過我覺得應該也是玩不贏甚麼啦 我們就來試試看這個右鍵的火力了 對上我們泰坦巨龍 有沒有連續性的傷害 好 一或者是呢 只有單下傷害呢 如果單下傷害的話我就囧了 好不好 我真的會囧不掉 因為呢 我打不贏二十三萬的血量 優劍 哇連續傷害可以 而且還有流血 哇這個流血 每秒一千滴在扣的阿 我贏了我贏了 可以了可以了這個很強這很強 營爆 太難巨龍要掰了喔 要掰了喔 要掰了喔 死亡火焰 還跑啊 波比 讓你嘗嘗我的死亡火焰 感覺好像一隻在燃燒的 龐然大巫在移動有沒有 他要死了 他要死了 死去 黑暗霸王龍勝出 不對 我們的葡萄霸王龍勝出 不知道為什麼看到這個顏色就覺得很可口很甜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點像那個 什麼豬四家 還是什麼什麼豬立家的 那個軟糖紫熱的有沒有 還蠻像的就是了 好不好 好吧 這就是我們目前的最終幻想 裡面所有陸地的生物 比較有看頭的大概就是這些了 其他什麼上位下位其實我覺得大頭小翼啊 我就覺得沒有什麼必要講了 飛行生物的話呢 我有看過冰大雕了 冰大雕目前是隱身狀態喔 好像是吧 召喚出來看一下就知道了 對 沒錯 他目前是隱身狀態 所以說呢 連看都不用看了 好不好 然後呢 機械風神就是我們那時候第一次玩的時候召喚出來的 所以說飛行生物也沒什麼好看的 那麼剩下就只剩下boss了 跟 這個黃金脆皮下跟火殘草好像都看過 剩下boss了啦 最後就是全部只剩下boss這個部分了 對 欸奇怪 我記得好像有 救救 救救阿 救救怎麼不見了阿 還是說他砍掉了阿 你說他好像我 記得 那時候我 我們選項裡面有一個是有救救的阿 怎麼那個召喚物是更新之後被拿掉了嗎 可是我看他最近沒更新阿 是我錯覺嗎 欸�들 不見了耶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變這麼少阿 奇怪 不可能啊 哇 果真不見了 欸真的欸 那些BOSS消失 欸 真的沒看見欸 我沒有在開玩笑欸 如果你們有去那個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 那些選項或什麼你們可以去看上一集 上一集有一個選項 裡面超多奇怪的BOSS 不過在這裡卻不見了 我覺得應該偷偷被改掉了 好不好算了之後再看 再看有沒有機會把它弄出來好不好 我覺得先這個樣子了真的 真的只能先這個樣子沒得選了 好吧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下一集再往BOSS那邊看喔 那BOSS還有分什麼 冰泰坦迷你泰坦什麼泰坦之類的 我們下一集呢 再去把這些東西全部弄出來看一遍吧 好不好看完之後如果沒什麼東西 應該就是換下一個模組了啦 好不好那我差不多先到這啦 好啦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歡迎小朋友 我是老頭我們下一集 有機會 我們下一集呢最終幻想模組再見面啦 掰掰 由於成功 mailbox 注文字幕提供 絕討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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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